另外带你看到宫东高宫美容美发科日前是办理毕业展演 从装法到走秀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 而学生去年底就曾经参与过国际大师安迭烈在台东办理的时装秀 并担任幕后的工作人员 那么也表示了因为有参与过这样子的业界经验 因此在这次的臂展中得心应手 精致的妆容与耀眼的发妆 透过模特儿专业的走秀演绎出精彩的作品 这是宫东高宫美发技术科以及美容美发学成的学生毕业成果展 创校60周年适逢家政职群创科10周年 师生以试炼成员作为主题 表达出对未来的企图心与展望 校方表示40位毕业生就业与升学比例各半 学生透过校方安排的各项练习逐渐摸索出未来方向 毕业展必须他们必须要很熟悉幕后的工作 模特几位然后主题几位装法还有服装的安配 还有就是主持人的时间还有音响的设备 还有时间掌控他们都必须要掌控的非常精准 可能在学校所学到大学之后会比较就是更专精在那个科目上 就是基础打好到职场后就不会陌生 这批毕业生在去年底曾参与国际时尚大师安德烈所举办的时尚秀 并担任幕后工作人员 学生表示业界参与经验有助于后续的学习与实作 应该说有经历过大厂就会知道自己换自己的秀要怎么做 上次参加过安德烈之后就觉得说在我做造型的当下我会 感觉到压迫有没有已经受过高压的训练所以我的动作速度完成度会比较快 有阿老师有教我们一些发型跟他们固定的发型跟他们固定要画的专业这样子 要一直去努力的练习 学生指出在业界的实战经验中能序列出精准度与速度 并透过观摩实习增计专业智能 宫东高工家正职群为学子媒合多项实习产业实作 并邀请业势到校分享 期盼借此协助学生提升专业能力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没有没操作